穿著潛色上衣的短髮女子 站路中擋車前 不動就是不動 現在是我的錯了 你現在 你走在這個地方 你覺得比較對嗎 你被拔很正常 小姐前後一百公尺 有斑馬線 你為什麼不走斑馬線 哪裡有斑馬線 我是要過這邊 警方或不到場勸道 直接呵斥 斑馬線那邊要斑馬線 你偏要走這邊 你就不拔你拔誰 我本來要過了 我本來要過了 他不拔我 正常 你不走斑馬線 就是你違規 你現在離開 違規在線被拔正常 但女子不認錯 持續爭辯 丟對我兇啦 你白就有錯在線 不用這樣子拔 你走在這裡 反正就你是正常的 不走斑馬線 長辭多立 警方大聲呵斥 女子最後才事項離開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大力 中心路二段上 29號晚間 一名女子沒走斑馬線 違規穿越馬路 遭行進車輛 按喇叭示警 一怒之下 站路中擋車 駕駛只好報警處理 沒想到警方來 違規女子也沒在怕 這次酸黃線的話 就不建議這樣做吧 她車到 這樣子過得也很危險 接著時機回到現場 訪問當下 二十分鐘內 還能看到不少人違規 但其實斑馬線 就在不到一百公尺外的路口 這種攤方便過路行為 已經違規 警方要罰 兩項違規行為 分別屬新台幣五百元罰還 警方表示違規過馬路 加上違規路中擋車 總共可開罰一千元的罰款 但女子不認錯 也讓附近住戶 超傻眼 幸好沒有釀成車輪以外 TVB的新聞成績 據兩頒一台中採訪報導